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社会再一次向前加速 人们的生活变得无比便捷 人们在享受这些机器带来的巨大物质性成就的同时 极端气负灾难发生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 这场无望之灾导致受灾人数上亿 近五百万所房屋倒塌 两千多万公顷土地被淹 经济损失达一千六百多亿元人民币 二零零七年底成云 北京西站大量旅客滞留 这是因为中国南方出现百年难得一见的暴雪 江西 贵州 湖南 安徽等十省受灾 部分路段铁路瘫痪 大量开往南方的列车晚点 暴雪导致三千二百八十七万人受灾 倒塌房屋三点一万间 引灾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二点三亿元 工业的大量兴起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 也加速了气候的变化 除了越来越频发的气候灾难 还有许多不易察觉的变化 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马小龙是宁夏西极限的一位普通农民 他们一家五口世世代代 生活在这个素有赛上江南支撑的地方 自古以来农民都是靠天吃饭 而这片沙漠中的小江南 近年来却连年干旱 让马小龙一家苦不堪言 那么这个地方 干旱烧雨 这几年到头也下不了几场雨 天里头是几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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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宁夏位于中国西北部 这一地区气候干燥 宁夏北部和中部 以黄河为主要水源 而南部地区则是靠雨水 为主要水源的雨氧农业区 从1987年开始 宁夏的气候呈现出变暖趋势 降雨量以每十年3.6毫米的速度递减 2004年秋天至2007年春天 全区大范围发生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持久干旱 降雨量还不足往年的六成 宁夏农业对气候的变化表现得极为脆弱 当地农民将如何适应气候的变化 尤为重要 2001年 中英两国就宁夏地区气候变化 给农业造成的影响展开合作 花了七年的时间 深入了解宁夏生态农业系统 并评估宁夏不同地区对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脆弱性 以各级政府就减少气候变化对农民生计影响的各种应对措施 宁夏南部山区春夏凉季容易发生旱情 种小麦等夏凉几乎年年欠收 但是秋季与水相对较多 加上当地土壤疏松且富含甲元素 非常适宜种植快晶作物马铃薯 近年这种气候优势越发突出 于是政府鼓励农民压下阔秋 发展马铃薯种植业 现今宁夏地区马铃薯种植规模成倍增长 已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西极县农民马小龙家的耕地 今年全部种植了马铃薯 他说早年乡亲们小块种植马铃薯 多是为吃饱肚子 现在马铃薯成了致富的金豆子 那家去年种了二十个羊群 莫属入了两万多块 相当于好年头种一宝母汉地麦子的首成 气候变化不仅对农业 产生巨大影响 还造成全球变暖 海平面上升等不易察觉的影响 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 与2000年相比 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 可能将升高1.3至2.1摄氏度 2050年可能将升高2.3至3.3摄氏度 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 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 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至2.3摄氏度 西南可能上升1.6至2.0摄氏度 青藏高燃可能上升2.2至2.6摄氏度 未来50年 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 预计到2020年 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至3% 到2050年可能增加5%至7% 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 未来100年 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 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 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 荒漠化可能性加重 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 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 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中国人讲究未雨绸缪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这些巨大影响 如何提前做好适应这些变化的准备 显得尤为重要 在先前成功合作的基础上 中国、英国、瑞士政府再度携手 启动一个规模更大的新工程 及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英文缩写为ACCC ACCC将关注可能受到气候变化严峻影响的具体领域 包括农业、水资源、减灾和健康 我们将开展详细的风险和脆弱性评估 使用案例分析找出赋予针对性的适应措施 这对于当地社区和政策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 项目还设名下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为士典省 将在该三省开展研究分析 找出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 并探究气候变化影响与各省发展重点领域的联系 我们将把最新的知识和研究 应用于气候风险评估当中 用更科学和先进的评估方法 来评估这些区域的危险及脆弱性 并把评估结果纳入地区发展和适应目标 例如,区域发展目标是通过工业化拉动经济 但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水资源缺乏 而水资源缺乏会影响工业发展 因此,发展和适应的目标 必须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推动工业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确立适应途径 并在多种途径中 根据每一区域的具体情况 找出一个最优的适应途径 我们还将通过展示 能提高公众意识及培训等方法 帮助适应方案的具体执行 最终,我们还将对执行过程及结果 进行监测和评估 以确保适应目标的实现 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以便下一轮的循环 适应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 更是一个发展问题 ACCC在未来三年时间里 将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 对中国的影响 以及加强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身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在加强儿 这一段时间里